2月10日 北京媒體人高瑜發推文說 黃萬聖教授的錄音在網絡爆表 令人對他的處境擔憂 一張截圖顯示 黃萬聖說已經做好坐牢的準備 黃萬聖在一段錄音提到 疫情爆發後 中共科技部設立了科技防疫項目 2020年7月中共花17.9萬元購買機票 讓他回國主導這個項目 黃萬聖表示 這個項目最嚴重的問題是核酸的試劑 和疫苗的開發 已經成為跟權力直接相關的利益集團 會把整個區域全民去做核酸檢測 他要的是核酸的採購量 只有採購量才有利潤 我前天得到的數字 這個集團 僅僅通過核酸這一項就賺了6700億 啊 錄音中 黃萬聖的友人吃驚的啊就一聲 表示不可想像 人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用這種方式在進行免疫 這種免疫實際上是給利益集團輸送利益 包括是強行的要去打疫苗 三針四針都要去打 都是跟後面的利益集團有關係 據報導 研發COVID-19疫苗的中國科興生物公司 2021年上半年銷售額達110億美元 比去年同期暴增162倍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說 中國各地封城全員核酸檢測 對企業來說當然是巨大的商機 破例的這個模式啊 因為權力太過集中 缺乏制衡 缺乏監督 所以任何重大的社會議題 公共衛生危機等等 都會提供權貴階級 以權謀私的機會 你要他解決公共問題 他就要拿好處 這樣的體制 反而根本不能為人民服務 他反而是在掠奪老百姓